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就说点和朱立案已出来的题外话 就是这个他中毒和我们这个演艺里头的添加剂的关系 知道吧 为什么说这个题外话呀 因为本人当时对于这个他中毒的关系 对他中毒这案件的关系 所以我们查了很多案件 也问了很多专家 很多专家里头也做了一些沟通 所以沟通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盐业的某些添加剂的故事 就是这个什么亚铁氢化钾 对吧 和那个什么亚铁氢化铁里头什么故事 对吧 后来就说中国盐业的时候炒得非常厉害 炒什么呢 就是说盐业里头的话那盐块的抗凝剂里头 加的呢 那个亚铁氢化钾 一说起来呢 这个亚铁氢化钾嘛 黄血盐嘛 说起来呢 这氢化物啊 这个剧毒啊 你和这个铁呢 结合起来 对吧 亚铁氢化钾怎么怎么怎么着 所以这个说的话呢 就是说中国的盐业好有问题 这么讲 在这个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缺点的 你要如果不是国家强制你加点 人家加点增加成本 谁加呀 现在相反 你加了点你是普通的 你那个不加点的那个盐高大上 对吧 实际上这个事儿导致了结果后来的话 你像我这个后来就查就甲状腺低啊 甲状腺增生啊 干什么的 那就是点盐吃少了 我们家呢 我们老婆一觉得这个精品盐好诶 而且呢 你就算现在写着加点盐 它也不增加了 因为国家不强制 没人查 对吧 加点你那成本还高呢 所以这个事儿呢 你就那个点盐吃少了嘛 大脖子病了 所以后来你看 主要这个脖子这儿出起来了 对吧 那个 我这个衬衫的话呢 就这几年多了四个厘米 衬衫的领口啊 领口四个厘米可好大的 所以为啥 这个点盐也不弄了 这个说抗凝剂 但是这个抗凝剂到底有害没害呢 我们就这么讲 抗凝剂嘛 鸭铁氢化钾 它实际上真正在水里呢 就是鸭铁氢根的离子和钾离子 都是离子 对吧 实际上如果学了点化学吧 都是离子状态存在的 而且这个离子状态存在的 它就对应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鸭铁氢化铁 鸭铁氢化铁叫什么呢 我们叫一个普通的名字就知道了 叫普鲁氏兰 然后还有呢 铁氢化铁叫什么呢 铁氢化铁啊 就叫腾氏兰 而且让这两个的可能结构有点差别 分子室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普鲁氏兰怎么来的 你要知道这个普鲁氏兰啊 就是拿着那个鸭铁氢化钾 实际上它当时呢 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它是草木黑加猪血呢 放在铁锅里用铁棍脚 后来化学家 德国发学家发现了 对吧 它实际上就是 它跟铁是反应的 就这么一句话 它会让你的呢 那个铁那个里头啊 跟它反应 变成鸭铁氢化铁 就这么一个道理 然后鸭铁氢化铁呢 需要你在了水里呢 它一样也是溶解 也是呢 鸭铁氢根离子和铁离子 铁离子 铁离子呢 人家不学也要啊 所以这个事啊 我就这么一讲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铁铁氏蓝 可是解毒的 吃好多呢 曾经有报道说 这个朱令呢 当时吃这个铁铁氏蓝 流下蓝色的眼泪 当然吃的量是非常的脊量大 对吧 那远超于你点食盐呢 加了一点铁氢根离子 好多人说 你看那个为什么 你要吃鸭铁氢化铁 你吃铁铁氏蓝 你不直接吃鸭氢化钾呀 那我就跟你跟你讲 他为什么不直接吃啊 那因为是咸的 要不你hold死 你要那个甲盐 纳盐 当时都是当盐使的 当盐咸的呢 你吃得下去嘛 对吧 他对他变成铁 鸭铁氢化铁 你能吃下去 而且呢 在这个他中毒解毒上啊 他是鸭铁氢化铁 他为了电解质干什么 他要配少量的绿化钾 他就是还要给你加点甲离子 这么讲 他放到熔液里头 都一样都是离子状态 甲离子 亚铁氢化铁离子 铁离子 都是一样的 在人体嘛 是熔液状态 一样的 他实际上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氢根的熬合作用 他把中间亚铁氢化铁的铁离子 他换成了它 熬合作用 如果知道这个还可以跟大家讲 这个熬合作用啊 吃这个普鲁氏兰解毒的 可不光是它 解毒的呢 是多种重金属离子 中毒 都可以用它 用这个普鲁氏兰 有些非常常见 比方说这个常见的 如果注意的话 你铜离子中毒 比方说硫酸酮 硫酸酮也是铜离子和硫酸根离子 硫酸根离子不是那么有毒的 这铜离子中毒的时候也是吃普鲁氏兰的 在铜离子就多多了 你想各种工业啊 干什么有点铜锈啊 污染到水里啊 什么重金属离子污染啊 所以你就知道 你要吃这个食盐这点添加剂啊 实际上对于这个人来讲呢 好多时候在化学里头不讲浓度就是耍流氓 它那点添加剂 你那个吃的有害物质 可能比那个添加剂要多 而且那个有害物质还真需要它来给你解毒呢 知道吧 你看各地方的话呢 什么中金属离子污染的 什么大米啊 什么的 这个那个的 要靠它解毒呢 你要想想明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他就是说这些重金属离子铜啊 什么的 要用它 而且呢 呃好多人说了 你看那个青根不是特别有毒吗 其实青根呢 在熬合状态下的话呢 不会出来的啊 青根呢 就算出来的话呢 出来非常少的量 呃我们讲了 呃你不讲 数量就是耍流氓 非常少的量 人体里头 呃 这针的话 大家要知道 氢化钾中毒 拿什么解毒 呃咱们今天说点题外话 氢化钾中毒 拿什么解毒啊 那解毒物也大名鼎鼎 你吃的那个解毒物吃的也特别多 你就经常在吃 那铁毒物呢 呃用的是大名鼎鼎的亚硝酸钠 亚硝酸钠 呃 这个食品里头呢 它是当防腐剂 就是亚硝酸钠 山梨酸钾 你一看 呃添加剂 有什么 对吧 就是它一直在添加这个亚硝酸钠 这亚硝酸钠的作用是什么 呃 你要是有了氢化物的话 氢化物解毒用亚硝酸钠 呃用亚硝酸钠 流带流酸钠 呃 用这种 这些东西啊 所以亚硝酸根是氢化物的解毒剂 它是那个氢根的那个解毒剂 呃这个化学里头你要讲浓度的呃 讲比例的 然后呢呃 在这化学里头呢 现在就无脑的攻击中国的盐业 说你这盐业有问题干什么攻击完了 美国人入资了 然后呢 你买盐贵了好好好多钱 呃当然了对于美国人来讲 这盐呢贵几块你不感觉 呃对吧 那但是的话呢 中国十几亿人 每个人贵几块可不得了 这实际上是个好大的市场 对吧 然后的话 这市场呃 给了谁呃 呃怎么怎么着 而且关键是你这个盐业呢 还是国家 能捅到下边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网络 自古盐铁专卖嘛 国家的话呢 一个销售网络 把你国家的这种销售网络 行政能力都给你打掉 呃那是很重要的 否则你通过盐的话呢 你去发放 发放这些呃 呃其他的呃 呃药品 发放点药品 好不好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呃对外头一说啊 这个盐呢 都是怎么怎么着 所以对于这个盐的添加剂 是怎么回事 呃这样的这事啊 呃咱怎么了解清楚的 那就是 他中毒的这时候了解清楚的 了解清楚了以后啊 呃所有那些 呃说的盐什么什么 为了研究添加剂 跳的无比高的 为什么就觉得那个小丑 似的人物啊 还什么叫打假的 什么什么的 那叫小丑似的人物 你那看看他的那种 他的整个舆论的宣传 舆论的导向 呃多少人不说实话 呃对对吧 呃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真的那个东西 呃他作为解毒剂 吃多少剂粮 对吧 大家想说搞笑了 你那个都作为解毒剂 现在的重金属 离子污染的有多少 等等等等 呃都看一下 呃就明白这个世界啊 有多复杂 现在这里头啊 很多网友啊 呃不了解 为什么你这个添加剂没有了 有中大利益他会贵 贵好多啊 他那个 为什么攻击你呢 你啊 为什么加添加剂 有添加剂的道理 他能降低成本 你那个 没有了 这添加剂啊 呃 他为啥贵好多 你首先就这么讲 呃你最简单的 最便宜的 言那个破塑料袋装的 你稍微有点 呃臭潮 或者稍微什么 他就板结了 你要是如果让他 那个抗凝结 没有的话 对吧 你要有的话呢 他那个 他不就 不值钱了吗 所以他就必须要 用非常好的包装 他把只要包装一上去 你看吧就贵了吧 很多东西呢 贵贵在包装啊 呃 盐可便宜了 呃 第一是包装 第二的话呢 他就要有保持漆了 盐其实他不会变质的 呃 他真正会的是什么呢 他会那个凝结成大块 凝结了大块 他就要保持漆 保持漆 呃这就故事不就来了吗 这些人有时候保持漆 是有有有故事的 他那个啊 什么过期 不过期 他里头是有啊 各种博弈 因为有保持漆 所以你也不 你就得卖的贵 否则一过期 你就是商家损失 他沾的话 他就 就上去了啊 那然后呢 呃 除了保持漆之外 还有他本身 你就容易 结块啊 你结了块 尤其你家如果哪放的 回来 过一阵回来 你也结块了 可能你嗯 消费有点钱的人 你就 又买新的盐了 不就是嘛 那个块不太好敲啊 呃所以这样的话呢 有增加消费量 那你就能多赚钱 呃利益是非常多的 但如果懂的话呢 你就买那个家底的 最简单的那个盐 其实啊呃最好 这个里头啊呃 为了利益说话水可深了 行业内谁都不讲真话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